大家好,歡迎來到資金流事務所,我是卡薩彭衛生 今天是9月21日,星期四,時間是10點49分 昨晚凌晨2時,美國意識結果終於公佈 維持反省率不變在5厘至5厘半 在會後聲明,聯儲局的主席鮑威爾表態說 接下來還要有加息的機會 令整個微股也有上升的現態轉回下跌 最終三個主要指數都是下跌 尤其是科技類股份的走勢更偏弱 帶動今早早港股低開後繼續向下 並且進一步跌超過200點的水平 令恆治跌到17,600點的水位附近 而現在看回港股整個形態 都繼續受到外圍的影響 無論是內地A股方面 在國慶節假期前轉吹淡靜 再加上美股也繼續下跌 令到投資者對於後市的看法 都比較偏向悲觀的情緒 而昨天在聯儲局的議息會議後 各個指標和市場預期差不多 但對於未來來說 整體的利息預期有些向上調的機會 例如市場預期 例如是第三季度 即是明年 息率仍然會維持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去到5.1% 而再過一年後的息率 才會有機會跳回 所以現在看回整個美國的股市 仍然維持一個比較高的息率距離水平 的確是不利於科技類股份 看回整體的息口 維持5厘至5厘半 在這樣的水平底下 大家都對於11月份 整體的加息預期 都有輕輕上調的情況 例如看回市場對於在11月2日 即是凌晨2時 香港時間 那個議息後 有機會加息 因為現在看回整體的市場 對於接下來的加息 維持在29%至30%之間 都還是有一個比較高的加息機會 當然在這個時間 今年之內 11月12月 兩次的議息會 哪次加息的機會大一點 似乎都是大家看著 12月份的議息會議 可能會有加息 因為當時市場對於11月份 那些息率是5厘5至5厘75厘 甚至5厘75厘到6厘 那個的機會是超過四成的 分別是37.9%和6% 所以都這樣看回 現在來說 美國自己本身最重要 看到通脹壓力 都還未能夠 在短期內 可以恢復回到2%的通脹水平 整體上加息的必要性 仍然有 只是那個問題 就是加的時間 或者的幅度 可能未必會進取 以及大家相信 整個加息的週期 就算遠了 不是馬上看到 那些息率會回調 因為根據市場的預計 很可能去到明年的第三季度 才會有機會進行減息 所以整個美股的形態 在昨晚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的匯調壓力 那也都看到 就是說 兩年期的息率 和這個十年期的息率 那個息差 又再轉一步擴闊 例如看回昨晚來說 擴闊到去是0.79厘的水平 而且也都看到 這個兩年期的息率 已經是飆升到五厘一流上的 那另外 這個十年期的息率 亦都繼續維持在四三幾的水平 都令到大家 對未來的整體加息壓力 還未能夠舒緩到 那因此的因素 其實都看到 昨晚 美匯價繼續有偏強的走勢 現在來說 基本上是105.3的水平 有沒有再進一步向上市高位 我會覺得 暫時 你說再要破頂 去到106這些位 暫時的機會不多 但是 整體的美匯偏強 這個形態 在短期內 都難以扭轉過來 因為始終都看到 就是我們看到 整個市場 基本上現在對於 美元資產的需求 都還是比較高 而且都看到 金價都跌得很厲害 通常來說 金價跌 是預視著 市場對於 美元資產的需求 更多 都會令到 美匯的走勢偏強 那麼 昨晚 三個主要的指數都跌 例如 納指跌的幅度 是最多1.5% 另外 標普密指數來說 跌了0.94% 再加上 道指都跌了0.2% 尤其是 如果看回 三個指數裡面 納指是最弱 跟著就是 標普密指數 而道指相對是比較 跌幅溫和 以昨天為例 整個道指 雖然都由高位回落 但是 都是跌到下去 在保利加通道中族的水平附近 就開始回穩 如果我們看回 現在的 保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 其實數字都頗窄 也看到BBW 去到8月份的低位 和今年2月份的低位附近 整體上在這些水平 是會有機會 就是說 看到保利加通道 擴闊 如果在 即是 未來一兩天 整個 保利加通道 是擴闊的話 而 我們看到 導致 繼續向下跌穿 保利加通道中族的話 也就是 20天線 很大機會 整個導致 是會有再進 好 試低位的機會 尤其是 如果你看回 無論是說 立指也好 甚至是標普馬指數也好 昨天的下跌 已經令到 兩個指數 是跌回到 保利加通道底 而且 你看回 BBW 亦相對比較低 一旦 BBW 反彈上來 預視著 保利加通道 的水準高度 是擴闊 令到 導致 以外 即是 立指和標普馬指數 還有繼續下跌的機會 所以整個 美股來看回 未真正見底 這個 之前幾天都說了 現在 再進一步 試低位的機會 是會 押著市場 跌到低位之外 亦都 影響到 短期內 港股 可以即時見底的機會 以美匯的走勢 還是比較偏強的情況 都令到 人民幣匯價 走弱 以近日去看回 一度 人民幣的走勢 能夠破到 20天線 但是 似乎 這個破位 是不足以令到 整個人民幣的走勢 轉回強 反而 這兩天 開始見到 人民幣的匯價 是轉弱 令到 整個人民幣 可能會有機會 進一步 試一些 比較低的水平 甚至可能 市場會說 一對一港幣 都不出奇 如果一對一港幣 即是說 人民幣對美元 的匯價可能 就會趨向 7.85 這些水位 當然 你說 是否立即到 我覺得未必 因為 一向人民幣的匯價 都不是完全 受到市場的影響 很多時候 都是看人民銀行 肯不肯做些事 人民銀行 如果出聲的話 都會令到 人民幣匯價 跌下來 沒有跌得那麼急 如果以人民幣的走勢 去看 短期來說 再試7.36 這些位置 我覺得 機會是大 但是 去到7.36 六樓 即是 樓下 那個情況 會不會 立即 看到 我覺得 機會 不算太大 總括 來看 內地的 經驗數據 近日 包括 山頭馬車 至少有兩個數值 是好一點 都 令到人民幣的弱勢 未必 是會 太快 那麼 昨天 港股 再漲一步下跌 跌了111點 下跌了17,885點 收市 那麼 看到 資金樓 在收市的時間 穿了 18,000 好幾天 都沒有辦法 上去 那個資金樓 就是 預視著 市場 不是真正正正 是超體淡的 後市 但是 一步一步 跌下來 仍然都是 維持 因為 始終來說 你跌到這些水位 理論上 如果是便宜的話 很多錢會進回來 那麼 其實 在收市的經價時段 曾經是見過 有一天 就叫做 十幾億的錢 二十六億的錢 一天回來 但是之後 都剩下了 還有 也看回 昨天來說 只要是四億七的錢 是進來買行至 那麼 國指是四億六 科指來說 就六億九 應該是 流走的 不是進來 是流走的 但是流出的金錢 不算多 但是那個 叫做整體 流出的情況 都是維持的 所以整個市 都反映著 不是真正的一個見底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說 真正的見底 就是說 投資者是肯入市 也會主導去買貨 令到資金進來的情況 是重現 但是沒有出現這個情況 都會繼續看市 會受到幾大的阻力 當中來說 譬如騰訊 還有 另外 港交所 京東 比亞地 都是 流出金額 是比較多的股份 那流入的股份 就是 友邦 美團 另外 建行 公行 平報 但是 總金額頭的五隻 似乎 流出的情況 比較明顯 限制著整個 港股在短期內 見底回升的動力 以日線圖去看 仍然在低位 17573點 完成反彈的底部附近 是徘徊的 而且 也看到 RSI 仍然 昨天 還未跌穿30 這水平 其實對後市來說 是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但是 很多時候 這些支持作用 會隨著指數 進一步下跌 再加上 RSI 也會穿底 引發到 在短期內 進一步下跌的壓力 所以 如果在日線圖 昨天 仍然 維持 之前的高位 22,700 形成的下跌 一浪低一浪 形態 也沒有明顯的突破 只可以看指數 短期還要繼續試低位 尤其是 指數由 8月份 17573的水平 升到 1899 這些水位 企後 回調 61.8% 大概是 18,100 失手 基本上 回調 100% 可能性 會更加大 所以 以現在看指數 18,000 這個位 基本上 還是向著 之前的低位 17573 進發 這個位置 是否站得穩 都要看多個因素 如果這樣看 現在整體跌下來 壓力似乎大了 譬如說 騰訊 他們的大股東 是南非基金 換了CEO 會否引發到 投資者 在短期內 更加看淡 如果它跌的話 當然 整個市場 是不能不跌的 所以 都在短期走勢上 基本因素 仍然 基本因素 沒有辦法扭轉 現在 技術因素 穿了支持 短期 在市低位 可能性 會更加大 而 牛鴻正 如果看昨天 鴻正的部署 其實也有少少少 減了磅 他們主要 最近的重貨 都放在18,400到18,600 那部分 相等於收市的時間 大概等於 1146張 旗子 倉位 是看淡的 18,400到18,600 那 預算的市場 不能上到18,600 而 短期的支持位 在牛鴻正底下 就是17,500到17,700 那部分 相等於 18,800 旗子 看好的 所以 就這樣看 我們也看到 無論是 紅鴻正 也好 甚至是 牛鴻正 也好 他們的 未變倉的 倉位 都是在減少 只是 一個問題 來到這個位 大家都沒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 意欲 看上去 看到 整體走勢 都會維持反覆 偏弱的形態 去到今早 最早 其實 整個市場再跌到89 點 下回到17,800 以下 看到 今早 繼續有錢流出 恆指是 7.6億 國賜是 6.4億 另外 哥治是 5億 留走了 這部分的資金 在拋貨率 相對比較高 所以 今天 你預算的市場 是轉弱的 主要是因為 在17,800 這位 都主力 還在沽 變成 市場很轉 是有一定的難度 例如 看回 今早 沽出 主要是 包括 騰訊 這些股份 再加上 網易 也是 被拋售的對象 變成 買入的部分 資金 基本上 都是幾千萬 不喜歡 抵消 過億以上 的股額 所以 市場 轉弱 也沒有辦法 以今天的走勢 看回 我們看到 日線圖 繼續以一支 陰燭的發展 而且 如果我們 當今次 是一個 反彈的話 基本 61.8% 已經被破壞了 唯一 短線 可能出現的 就是 當 61.8% 失手 就會再次 低位 這是一個 我相信 短期內 是必然發生的事 指引問題 到了 17,573 是否會先來反彈 還是會繼續跌下去 因為 如果 繼續跌下去 我們 用回 反彈的 1.618倍 作為 下跌的空間 其實 可以跌的幅度 還有 接近 800點 即是說 由17,573點 減800點 的話 差不多 16,800的水平 至於 這些位置 是不是真的 站得穩 真是比較難猜 因為 外圍因素 包括內地 都還是 看淡 整體的市 對於 科技類股份 也是繼續看淡 唯有 可能 就是 看看一些消費類股份 會不會好轉 一點 直至 令到 港股 跌下去的壓力 稍稍會減弱 其實 看回這個星期 市場 還是有 比較多的焦點 其中一個 就是 美國 在星期五 會公佈 製造業和服務業的 PMI 兩個數目 都是個別發展 看看 可不可以 站穩 例如 製造業的 PMI 是50 月 水平 以上 今天的分享 來到這裡 至於 市場 短期 都繼續反覆 投資者 買股份 就要 量力而為 以及 短期 如果你是純粹反彈的話 就應該用 反彈的走勢 作為一個部署 就不要想著 我買了之後 電線跌下來的話 就用 一個叫做 薄反彈 轉回去 一個長渣 因為 整體上做 投資部署 不可能 是 一個叫做 市況轉變了之下 你不變你自己的投資策略 所以 都要比較小心 至於 大家如果 對於 這段影片 裡面的內容 是有 自己的看法 歡迎大家 可以 留言 在下面的留言區 以及 覺得內容 是有用的話 也可以 給我們一個 讚好 以及分享 給你的朋友 在完結今的分享之前 介紹一下 接下來 我們會在 十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晚上七點到九點半 我 CASA 和 Joe 會做一個 webinar 而 這次的主題 是關於 收息投資 尤其是 當市場 仍在看 息率 會繼續向上走 而 走的幅度 可能 會多一次 底下 我們 如何利用 一些收息 工具 作為一個 投資部署 反過來 股市 去到這個水平 其實也有很大機會 還未見底 那倒不如 去選擇一些 投資比較穩陣的 一些工具 當中 來講 債券 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 今次的 Webinar 會講的 話題 如何利用 現有的 一些 債券 去幫我們 去 保住 一個 高的投資回報 以及 去看看 如何選擇 這些債券 都會 是一個 很重要的 議題 希望透過 今次的Webinar 去介紹給大家 令到大家 在股市下跌的時間 都可以 拿到一個 比較好的 投資回報 好 今天 的分享 來到這裡 我們 明天 再見 拜拜 拜拜 給大家